佛菩萨叫我们放下了 放下什么 自信里头没有的全放下 就对了 自信里有什么 告诉主位 这一句阿弥陀佛 把自信里头通通都包含了 这一句阿弥陀佛 是自信圆满的性质 总名称 如果你这一句阿弥陀佛 不离开你的心 不离开你的口 你在这个世界 无论在什么地方 你都得到平安 你都得到 祝佛如来的忽悦 龙天善神的保佑 这个大元气 在佛法里面讲了 法界虚空界 在我们现在一般讲了 就是宇宙 这个大宇宙 宇宙的出现 宇宙里面的一切 这个一切 在佛法里通常叫 舍法界一正状元 那么在科学家讲 真的是无数的这个星系 星球 星球里面有生物 没有一个星球 没有 我们太空人到外面去探险 到别的星球园去了 发现了没有人 在佛法里面不是没有人 有不同维持空间 那里面有人 我们看不见他 他看不见我们 他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维持比我们高 我们看不见他 他看得见我们 这三维空间 反圣同居图 我们这个地球上 有圣人住在这里 我们看不到他 他看不到我们 他能看到我们 五胎山 魂书菩萨到场 圣人住在这里 我们凡夫见不到他 他会见到我们 特殊英云 有时候你见到他 我们净土宗 第四代的祖师 发照 唐朝时候 到五胎山 去参访 文殊菩萨见到了 见到道场 书身庄业 大胜著灵思 文殊菩萨 挣扎了那奖金 他进去 就是听了一堂课 向文殊菩萨请教 现在已经到末法时期了 众生 就是一般大众 学哪一个法门 容易成就 文殊菩萨教他 念佛法门 而且还 而且还念了几身佛号 他学会了 传下来了 无会念佛 就是念佛的方法 现在有个无会念佛的 那个谱 但是这个谱是后人编的 法照所传的 文殊菩萨教法照的 大概已经失传了 已经没有人了 那无会念佛 这是念佛的方法 他离开 做灵思 原图的时候 做记号 准备下次再来的时候 不要 迷了路 出去做了几次 回头一看 没有了 到场没有了 一片荒山 他只好向山上 拜了几拜 离开了 有约见到 菩萨道场 我们在 慈悲三昧水灿里面 见到五大故事的道 五大故事 到那边去拜的 那个加诺加尊者 阿罗汉就到场 在四川 也是这样进行 一片荒山树林里面 他跟尊哲有缘 尊哲说 到他那里看到两棵大树 你就在那个树旁边站住 道场 到场 那这位罗汉帮他 帮他治人面窗 治好之后 离开了 回头再看看 一片荒山 到场不见了 我们地球上 也是 凡神 同居土 我们这个世间有灾难 他们没有灾难 那为什么 念头不一样吗 人家念念的 跟自信相应吗 我们今天念念的 跟烦恼相应 这怎么行呢 齐心动念 都是自私自利 齐心动念 都是明文立 都是无欲六成 都是贪嗔痴慢 这还得了吗 跟自信完全相违背 自信里头 这些东西 统统没有啊 佛菩萨叫我们放下了 放下什么 自信里头 没有的全放下 就对了 自信里有什么 告诉主 这一句阿弥陀佛 把自信里头 通通都包含了 这一句阿弥陀佛 是自信 圆满的信的 总名称 如果你这一句阿弥陀佛 不离开你的心 不离开你的口 你在这个世界 无论在什么地方 你都得到平安 你都得到 祝佛如来的护露 龙天善神的保佑 为什么 你完全跟信的相应 这从理上讲 从事上讲呢 你真正是 弥陀弟子 阿弥陀佛 在设防世界 那有一阵佛 不尊敬他的 不赞叹他的 做弥陀弟子 光荣啊 设防如来赞叹老师 当然要赞叹学生 对学生是特别离语 你干不干 如果要干 真干 心里头 除阿弥陀佛之外 其他的什么杂念都有 身体还在这个世界 随云独日嘛 就不会拍云了 随云自在啊 对人对事对无 自自然然大二化之 不放在心里了 这样 你就转烦恼成不敌了 转 无实界来的 这个卧业的时候 都变成了善业 这一下就转掉了 转过来之后 你的心情就不一样了 自在快乐 无别 这是真地 不是假的 阿尼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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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尼陀佛